蔬菜的成長問題 施肥 蔬菜在成長的過程中 需要吸取許多養分 當土壤裡的養分不夠時 蔬菜成長的速度會變緩慢 這時我們就需要替蔬菜添加一些肥料 讓它可以長得更快更好 我想要加肥料 要加多少量才適當呢 每種肥料的使用量 及使用方法不一定相同 所以施肥前要先閱讀說明書喔 肥料要直接埋在土裡 還是放在蔬菜根部附近呢 如果是液體肥料 則要依比例稀釋 按照澆水方式使用 而固體肥料 則可直接適量的灑在土中 但是記得不能讓肥料太靠近根部喔 用培養土種菜還需要加肥料嗎 培養土是由人工專門配置的 裡面含有豐富的肥料了 不必再另外施肥 除了化學肥料之外 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利用廚餘 落葉等製作成有機肥料 來替蔬菜施肥喔 在內衛生的牡獄 用噶就沾了